你既然是要教课 首先的前提 你要有能教的东西 那么前提在于两点 第一 你必须的话呢 所谓自己要读书用功 也就是要自己要不断地学习 第二 那你就必须要做研究 我们轻华向来看重研究 因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 是密切相关 当年我教书的时候的话 我如果讲诗或讲文 大体上的话呢 我就是把这一句的话呢 一些重要的词汇 稍微做一些解释 然后的话呢 整句的话呢 想法子的话 用现在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 以至于辟语 那么将它能够呈现清楚 那我就最后就要 盯着一个字一字 逼着自己来 而后来发现 收获远超过一往几倍 自修的时候 你要选用的那个书本 一定要是所谓 经过历史考验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西方学者 Max Weber讲的 不超过七十年八十以上的作品 他从来不看的 所以的话 就要挑一些所谓 已经为学界 公认为所谓的 经典代表之作 但是如果一本书 经过了五六十年之后 居然还有十分之六 或七可取 那已经不得了了 我能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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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知道